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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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台來說 全部畫的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都放在這邊 所以叫雜商國 左邊叫雜商國 所有慶服 全都在雜商國 雜商那邊可以坐 雜商國這兩個雜 就是女士不坐 我們在師傅位旁邊有個 神儀商 平時我們來運送我們的師傅 我們是華光師傅 女士都是涉嫩 女士始終都是 在後台上說不要坐 女士不要坐 主要演員 例如今晚的六角堂柱 他們的服裝全都是師傅 如果普通一個人家 你叫他買器服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負擔 不是那麼容易熬到 淡商 淡商的意思是 能夠可以演出的 夠器服著的 就是淡商 一個文武生 行行幾百萬才可以做到淡商 這個叫三寶龍 現在就淡商 不打風 揭開之後 中間有塊板卡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餘餘櫃 或者需要什麼的話 揭開之後 可以做一張床 還有後台有禁忌 就是不要踢太傷 這個叫裝身槍 裝身槍裡面所有化妝 如果我的話 全都是西南面 通常你們化妝需要多久 五個小時左右 如果下妝會不會更久呢 十分鐘 十分鐘就完成 這個我們叫國戴 這個不是呼拉圈 是給大神 上禮的食物 這個沒有 我們叫何壽根 待會有八個酸 和帶這些 何壽根出來演味 身體不好的話 根本你穿著蓮衣 再穿著網紅 外出幾千火燈的話 三天你就不可以演味 哪個市民在幹什麼 叫什麼 全部提殺 這個就是我們的舞台監督 以前我們叫做牆場 有什麼報警 有什麼道具 全部都在提高看完 這本就是普通找手寫的 以前你叫人家抄本劇本 有四五千公元 現在劇本全部找了電腦畫 聽說現在用電腦畫都不能打到公尺 怎麼會叫中心樂師叫棚面呢 原來他們近時坐在棚棚的舞台上面 但現在其實九十幾個百分比 都是在棚的左邊 後面叫羅浩古位 叫中文禮 全面呢 我們的音樂禮 頭一個叫琴架 掌板師傅特別坐高一點 因為他看完整個舞台 以前的報警很簡單 一張椅子掛一幅畫 叫沙鴉 一個叫舞台監 一頭上去上面 廣大了的報警在上面 轉上去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那個地方也沒有那麼高 因為現在這裏 到上面的舞台監 大約是三十四尺左右 不能做得高 現在呢 就有真實報警很多了 是由畫劇和歌人來設計 做一個報警的話呢 相當逼真 但不過費用也相當大 數以百萬來計